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愿动 探险家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乐哥哥 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 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 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头部 像我这样把头扭起来 我们换一个方向 做得非常棒 然后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 像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 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 像我这样扭动起来 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我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什么 蝴蝶落在花朵上彩蜜呢 蝴蝶落在花朵上彩蜜呢 我们也来找一找哪里有花蜜吧 这边飞一飞 我们换一个方向 蝴蝶像不像在花丛中跳舞呢 跟着我一起转个圈吧 就像在跳舞一样 好 我们换一个方向 做得好 干什么 我来点赞 我自己靠一下 我去帽子 咋快点赞 我来看 我爱触 我爱触 帽子 有什么 可以 我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当烧快乐就来聊 小剑大卡卡卡卡 创造出奇才的花园 屁股一屁 站一站 飞机在窝 能飞向蓝天 小声一动一动 体会出美丽的空窗 小脑袋一转一转 各种材料 来个大转变 啦啦啦 啦啦啦啦 手工的世界多奇妙 啦啦啦 啦啦啦啦 东东说快乐就来了 咕噜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最最开的小咕咚 又要玩好玩的游戏啦 快来看看今天要玩什么吧 集齐三枚徽章 会召唤出好吃的甜品 挑战任务都藏在杯子里 需要用纸杯揭满音符 才能拿到挑战任务哦 哇 好吃的甜品 哈哈 小肚东最爱吃甜品啦 小朋友们 快帮助小肚东 一起来完成任务吧 小朋友们 准备好 我们要开始咯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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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接满啦 任务一 用纸杯做乐器 嘿嘿嘿 用纸杯做乐器 这可难不到小肚东 现在我们就去瞧瞧手手工屋做一个吧 首先我们先拿出两个纸杯 把两个纸杯的杯底给它剪下来 剪好后就是这样 接下来用双面胶 把两个纸杯的杯底连接在一起 像老师这样 拿你的小手按一按 让纸杯沾得更牢固 接下来咱们可以选择彩色的卡纸了 老师选择的蓝色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呀 我喜欢绿色 我喜欢粉色 好的 把纸杯放到卡纸上 用铅笔画出纸杯口的轮廓 老师已经画好了 这是什么形状啊 圆形 太棒了 咱们接着这个圆形啊 在它的外边再画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圆形 画好后我们可以把它剪下来 我们把外圈剪成这样 注意咱们剪的时候不要超过里边那条线 我们把外圈向上折一下 就像老师这样 折好之后我们用双面胶把它固定 同样的方法老师做了两个 现在我们把它固定在纸杯的两侧吧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敲击骨面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咱们来试一下吧 接下来咱们用纸粘土来装饰一下手骨吧 老师想做一个棒棒糖 这样棒棒糖就做好了 老师用纸粘土做了很多的装饰 咱们把它装饰到咱们的小骨上吧 这个圆球球 很像椭圆球球 我的手骨装饰好了 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的手骨做好了 让我来试一试 咕噜咕噜 快看 我做的手骨怎么样 耶 我们拿到了第一枚徽章 我们继续挑战吧 哦 第二杯也揭满了 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二 收集很多杯子 哦 要收集很多杯子 怎么能很快地完成任务呢 小骨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吃甜品了 有了 我可以请小朋友来帮忙 我们快去吧 开始 加油 哇 看看小朋友们 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它们落在一起呢 三位宝宝都是两个手同时在进行啊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嗯 这样的话速度会快一些 其实也是在考察它们的这种 严手协调的能力啊 嗯 好棒啊 它们先分别落成一定的高度 然后再把它们堆在一起 是的 吊了一个杯子 我心想 哎呀 这下它可能不是第一名 或者是第二 一定要稳哦 要是摔倒了 可就不能算成绩了 对 我们要看最后 谁能够把这个纸杯啊 稳稳地放在桌子上 落在一起 加油 加油 哇 红队宝宝加油 加油 哇 加油 加油 两只手一起更快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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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快了一点点 好 蓝队小朋友也完成吧 加油 你可以两只手这样 这样就快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好像一直很坚持自己的方法 每个小朋友的方法不太一样 蓝队小朋友是一个手在做 红队和黄队的是两个手同时在进行 对 马上就要完成了 你可以先走到这边了 那个不会倒的 放心 哦 完成了 好的 纸杯收集好了 是不是很快呢 太棒了 我们已经得到两枚回胀了 还差最后一个咯 我们要加油了 耶 成功 任务三 站在指定位置 不用肢体接触的情况下 推倒纸杯塔 哦 第三关 任务有点难耶 怎么才能在不用肢体接触的情况下 推倒纸杯呢 能用嘴吹倒吗 诶 用嘴吹 这确是个很好的办法耶 嗯 可是距离太远了 我们吹出来的风到不了纸杯的位置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泡泡实验室找找方法 诶 好主意 我们快去吧 每个人有三次机会 用这个空气泡 来打对面的这些纸杯塔 我们看到对面有不同颜色五个纸杯塔 注意力量要大一点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吐出去的烟圈 能否把它们给打掉 注意这么远的距离 对 我们来见识一下 来 李小嫂同学做好准备 瞄准了 来 开始 瞄准 好的 还可以移动这个位置 对 这个位置可以移动 来 输圆 输圆 换个位置 太棒了 好 现在轮到我们的蓝队了 来 梁依南同学 你先来做好准备 瞄准 好 开始 再试点劲 再试一次 再来一次 好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来 小伙子了 小伙子 看看你能不能 三次机会 来 哎哟 好的 嘿嘿 空气炮成功推倒了纸杯塔 我们成功啦 恭喜小咕咚和小朋友们完成了挑战 你们都是智慧小勇士 现在美食屋已经在做给你们奖励的甜品了 一起去看看三枚徽章召唤出了什么美味的甜品吧 那今天呢我们正式的来做这个巧克力流星年糕 真的是很棒哦 首先呢小朋友拿出这个糯米粉摆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呢我们要 拿出这个 是什么呀 鸡蛋 鸡蛋 喜欢吃鸡蛋吗 喜欢 平时都是怎么吃鸡蛋的呀 剥皮 水煮鸡蛋 还有它可以和什么一起炒啊 有 有香肠 有小香肠 还有一个鸡蛋 还有那里面还有胡萝卜的 哦 你这个好营养啊 就是这个炒鸡蛋里面会放有这个香肠啊胡萝卜等等 是不是啊 有的家里也经常会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是不是啊 好 每个小朋友拿出一颗鸡蛋 然后呢给它磕开 一二三以前教过大家的啊 好 把它打开 一二三 好 放完鸡蛋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要放这个了 这个是什么知道吗 是不是跟糯米粉很像啊 它叫泡打粉 这样给它倒进去呢 那一会儿做出来的年糕呢 会更加的蓬松 口感会更加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手伸出来啊 Doremi 变成了什么呀 小鸭子是不是 小鸭子要吃点白糖 哦 好 可以往这个碗里面 撒一点白糖 一起来 下雪咯 哇 这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牛奶倒进去 哇 牛奶鸡蛋 非常的有营养啊 然后接下来呢 可以往里面撒点巧克力粉 我们这些食材倒进去之后呢 可以用勺子来搅拌一下 让它们成为好朋友 这个搅拌的越均匀呢 一会儿口感呢 就会更加的好啊 这个呢 也可以培养小朋友们的耐心啊 哇 巧克力糊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杯蛋糕的这个纸杯拿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糊糊呢 倒进去 好 好 倒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要继续加一种食材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巧克力块 为什么呢 放在中间之后呢 一会儿烤完之后啊 它就凝固了外面 中间的巧克力就会融化 然后用牙一咬 哇 中间的这个巧克力就会 就会流出来 所以叫这个巧克力流星年糕 好 这个巧克力块呢 已经磨在了这个糊糊里面 然后我们继续再加这个糊糊 把它盖住啊 然后呢 要装满这个小纸杯 好 装满纸杯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 最后呢 撒上这个巧克力豆就可以吃啦 哦 原来奖励我们的甜品也是和纸杯有关的 今天纸杯大作战的圆满成功 还是要谢谢小朋友的帮助 小股东真开心 我们一起来品尝美味的甜品吧 好的 我们的这个巧克力流星年糕做好了 最后呢 我们在上面呢 撒上巧克力豆 点缀一下 哇 就做好了 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动了呢 小朋友们 一起来试一试啊 哇 然后我来尝一下 嗯 满口的巧克力好幸福好好吃啊 太棒了 嗯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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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